對於姐姐來說呢 姐姐來說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哪一件事 我可不可以說兩件事 可以 我想承接這位同學 阿妹同學說話 因為其實我沒有收到一個訊息 我也沒有坐定粒綠的 然後叫到我上台 阿Doo姐 我還記得 然後說完那個訊息 說不能借衣服 然後突然就入了那首音樂 我們出了三首歌 那一年 原來是這首歌 然後我記得我一個巴掌就要入 而且是和音 接著你入不及 接著我就想 糟糕 觀眾會否以為我是走音 因為我唱了一個和音 他很緊張 然後我試試看 也不是很差 可能有人這樣看 那次就是很關心別人怎樣看自己 因為我覺得那個表演是 全香港人的眼睛都會看著你 尤其是業內人士 有很多同行或唱片公司的其他同行 台下很多前輩的 很害怕 難道生力軍 應該是前輩吧 應該是台下全輩 好啦 奇異了 奇異是甚麼 第一次緊張 我們去一個場地表演 那個場地已經最近沒有了 是啊 有夠錢 你勵遠嗎 最近而已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住情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第一四年的時候 應該是天不怕地不怕 還有很多紅心壯志 我希望每一年都在進步 那時候的心態是否也是這樣的 我現在姐姐是做很多功課的 她也很害怕的 所以我看到她有筆記簿寫下 她猜你會問甚麼 我今天也有 不過我收藏了 是嗎 因為我永遠都猜不到 是啊 如果是想聽的 你猜我們會問甚麼 你猜我們會問甚麼 她剛才真的有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瞄到 第一句就是 她說這十年來 你發生過最大的事 是甚麼 即是她真的會記錄下來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像是最深的東西 是 但這個也一定會問的 說真的 你做功課是有用的 因為其實在這麼多年來 大家的角色都有點不同了 這十年 一十年最初大家可能是歌手 入了電視台之後 又有另外的工作 又做主持人 可能現在 在自己的現實力工作裡面 又會 你說要做合唱團指揮也好 做音樂導師也好 等等 其實那個心態 或者身份上 都有不同的東西 有很多的表演 無論是在現場的演出 或者是電視的表演 都有很多 是啊 自己覺得 最印象深刻的那次是甚麼 到現在我都 哇 我記得 最難忘的那場表演 可能是開心的 也可能是不開心的 可能是蝦子 是啊 可能還說 哎呀那次我真的壞了 哎呀 如果不然我就會好一點 那些 我最記得就是2014年年尾 三十二月三十一日 是 因為第二天就是戚拆 是啊 超緊張睡不著的 然後還有那時候 唱片公司的同事不停安慰 她就說可以了 作定一粒一粒 這樣 現在我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其實她想安慰你 結果她是不知道的 但她也想安慰自己 但就是那種很緊張的情況下 終於到第二天 我是極不想化妝 極不想面對這件事 就好像那些人考試 化妝和面對那件事 是兩件事 即不想出發 我簡直不想去 斥測你 但這件想法是很傻的 現在想起來就覺得 但到最後我們都心裡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而且這個結果不是我們兩個人 是我們整個團隊 以及有櫃台的支持 是啊 多謝你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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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沒有收到訊息 我亦都沒有坐頂粒 然後叫到我上台 Doo姐 我還記得 然後講完講話 你講完不能借衣服 然後無緣無故就入了那首音樂 我們出了三首歌 那一年 然後我原來這首歌 然後我記得我一首歌之後就要入 而且是和音 然後你入不遲 我入不遲 然後我就想 那些觀眾會不會以為我是走音 因為我唱一個和音 他很緊張 然後我試試看 也不是很差 但是可能有人敢看 就是很關心別人 那次就是 那次就是 因為我覺得那個表演是 全香港的人的眼睛都會看著你 尤其是業內人士 很多同行 或者唱片公司的其他 台下很多前輩 很害怕 那樣是生力軍 應該是前輩 應該是台下全輩 好 其二 其二是甚麼 其二是 第一次緊張 我們去一個場地表演 那個場地已經最近沒有了 是啊 你勵遠嗎 最近而已 最近 那是我們第一次的音樂會 我記得也要跟公司去談唱歌 我記得有些歌自己也未必很想唱 但是我都說我可不可以 起碼有一首歌我是想唱 即是可以唱 他成功爭取了 就是來自Lalaland的一首歌 叫The Fool Who Dreams 我記得可以自彈自唱 然後交給鋼琴的樂手 然後衝出來唱歌 嘩 我自己也覺得很震撼 我覺得是我自己最滿意 因為我自己最想唱的一首歌 可以唱到在唱地上 因為以前也有些音樂底 我還記得當年是否有些 也是你們搞的A Cappella的音樂會 但裡面是有些舞台歌舞劇的歌 有歌舞劇的歌但沒有跳舞 哈哈哈哈 站在這裡的 我們都是五跳舞的旅團 沒錯 哈哈哈哈 有我在黑曾經動搖過 每個人都跳 這首歌輕快點 我們起碼八個巴一樣動作 十字步 是 郭嘉賢姐 十字步了 但是效果當然是 連公司同事都說不如下次先 但下次了很多次都沒有 對啦 你覺得你們兩姐妹跳舞 有誰要快點接受到呢 我們那些不是舞 是健康粗 不是啊 就是你看到老人園 有些舉手啊 拍一下大腿那些 其實就是那些而已 哈哈 那些都可以的 你不一定想想想想那一款HIPHOP的東西 不是啊 都要看那個風格是什麼歌 選擇你們的舞種 是的 抹槍這樣 抹槍 抹槍 左手抹右手抹 哎呀 你也有學歌 那即是眨眼就十年過去了 那今天就兩姐妹上來了 就是因為又推出了全新的作品 就是十年過去嘛 那這首歌就是阿妹妹曲詞的 沒錯 就是你在什麼狀態或者什麼時候 就突然間我有一個靈感去 十年了 發現十年了就寫一首歌 話說因為我其實是在歌唱比賽出生 其實那年的歌唱比賽 有你 對 有一個群組的 那他們曾經加過我進去的 最後我是退休了 蛤 為什麼 有很多原因的 但是最重要是他們令我記得起 嘩 是啊 即是19年的時候 我都十年了 令我想起 是不是應該都做些事紀念一下呢 那就寫了一半 就沒有寫完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不完整 哈哈 我覺得牙齒呢 是有兩個牙根的 那我現在是其中一隻牙根 那牙就很容易掉 所以就要加上姐姐 所以就真的變了是今年 去年 去年就跟姐姐說 嘩 我其實寫了一首歌的 我加了一些東西 就代表我們兩個 你覺得好不好啊 就傳給她聽 那她聽了之後 是沒有給意見的 哈哈哈 好啦 先到這裡聽 先到姐姐了 姐姐 先到家裡 你在家裡不滿意歌 你現在不給意見呢 你收到一首歌的時候 是甚麼Feel你覺得 通常我每次作的東西都不會有很多意見 因為是真誠的自己 除非是音有點奇怪 廣東話不是很適合的那些 例如什麼時間 你叫時間就變成時間 不是時間和時間 不是我們這首歌 是另外一首歌 他給了很多意見 隨時會給技術上的東西 但他發給你那首歌 你沒有回覆他嗎 沒有 我馬上就想一些編曲上的東西 哦 原來你已經著手在做 但我不知道 我很慌張 我沒有回覆 姐姐也不回覆我 不是 我在你未知情的情況下 我已經找了Blaster給我的編曲 是啊 所以你一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你覺得我已經開始著手 找其他人一起合作了 是啊 已經有這個想法 那為什麼會找到Blaster呢 哇 其實Blaster呢 都是2014年出動 是啊 他已經10年了 是啊 原來那個編緣 是我們搞Cis Cappella的音樂會的時候 他們都是現場的 他們都是我們的樂手 其實朋友了很久了 他陪我們長大了這10年 哦 一起成長的 所以其實一直是有聯繫的 是啊 還有 其實我有時候有點碎 我看那些什麼樂壇消失人士 哈哈 那些Pose 是啊 咦 我們還在 哦 是啊 我們還沒消失 就是我們和Blaster OK 不是 你知道你在樂壇消失人士的 list 還看到自己 還有Blaster 你還沒在那張消失 list裡 消失 是啊 還在那張消失 list裡 就是覺得自己10年堅持到也挺厲害 嗯 我也覺得Blaster的音樂很好 而且每年都很堅持 是啊 所以找他們一起合夾了 他就負責編曲和監製 監製 是 兩個一起去完成這首歌 認識了很久了 這次在編監或者錄音的過程裡面 和Blaster的溝通是如何的 哇 很棒的 我沒試過他們要開會開幾次了 就是問我為什麼要寫這首歌 問了幾次啊 就是很難打 開會開幾次都是問同一條問題 他們不是一對一起問 他每一句都問你為什麼會這樣寫 每一句 是很害怕的 是啊 因為有時候寫就是寫了 有什麼不明白呢 我就會想 原來不是的 一句句子裡面 他背後可能有一些想法 或者為什麼我當時會寫 可能背後會有個故事 或者我有些想法 所以他就要問得很細節 所以問了幾次 我就很緊張 學生這樣回答 就是做問卷 就是在電話上大家溝通 因為我正在做家務 我說你不介意我拿著衣服 然後一直在浪衣服 一直在Facetime 我覺得挺有趣 在聊天的途中 你一直在浪衣服 一直在浪衣服 一直在答他問題 你的歌詞是故意為姐姐加的 很尷尬的 突然你要浪內衣的時間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浪我老公的內衣 就是了 都是內衣 他看不到的 你老公穿的一款 我也有一條 你問得很仔細 那姐姐和Blaster的相處呢 嘩 等一下 好朋友 真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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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 他會和Blaster的成員 一起製作歌 對 所以本身已經有很好的默契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聊天上 他就比較少發表意見 所以他剛才不是很表達到 因為他跟他們說話是沒有語言的 咦 你們玩手語的 他們用音樂表達的 我是不明白的 我要答問卷 因為他們不是很了解我的人 很詳細 但他們聊天 他就知道姐姐要什麼 不用說話都知道想要什麼 對 好厲害 好厲害 炒貴雕 那突然 對 我不明白他們說什麼 但他們就很明白 我都不知道自己說 在編曲上溝通的時候 是用 對 因為我懂得彈琴 那麼 就踩一下踩一下 是不是這個感覺 對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這樣 音樂就是你們的語言 你們的語言 對 去到錄音的過程當中 是很順利的 還是有些困難 是怎樣的 我自己覺得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尤其是一對組合 大家要分句子 對 很難 究竟是誰先唱著音 是 誰先唱和音 是 或者怎樣回答那些和音 答案好 還是我們一起唱 其實有很多東西要溝通 可以弄得很複雜 可以很簡單 而且這次聽 因為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是戴著耳機聽的 我聽到 突然有一兩個字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是很頻密地轉來轉去 哇 哇 用不這樣 就是下了很多功夫 在裡面 我意思是 下了很多 很樂趣 我開始就立即醒醒了 好 聽聽阿樂的怎麼說 因為這件事 左右左右 是我們錄完之後 忽發其想 因為我自己想錄美好的回憶 但是姐姐想錄痛苦的痕跡 是同一句 是 但是我覺得 其實大家 只是對同一件事的角度 有不同 例如發生了 你在街上 逛街 很曬 有人會覺得 陽光真的好 有人會覺得 真的很曬 是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怎樣 可以將這件事 表演給大家看呢 所以我們先錄完 然後我們再看看 會不會在後來的效果 上可以加進去 所以我們在錄音的過程中 一邊想東西 一邊錄東西 然後又一邊想東西 還有以前有監製 是會捉咬字的 但因為Blaster 就是Gunflow的監製 他就會覺得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Gunflow有懶音 其實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件事 我就很難捉 為什麼Gunflow是會有懶音的 因為有時候是情緒的演繹 我意思是咬得沒那麼緊 對咬得沒那麼緊 未必是懶音的 因為有時候 一這個字 如果你要唱一這個字 你要咬得很緊 但有時候我們唱歌是一 有拖音 有唱 那一是最遲才出的 對 但當你的情緒到了 有可能真的一了 所以這個就很難 就是一了 YES YES 這件事很高 所以剛才你說 一邊錄一邊去想事情 就開始想一想 不如左右左右的飛來飛去 試一下 是嗎 對就是這樣 所以 在混合的時候 對 但我們錄的時候 不如先錄完 但你們唱 chorus的時候 那些unison 大家要 一個主導 另一個就要拍 拍一把聲 所以我先錄完 通常 姐姐就拍回去 因為姐姐的包容力很強 可以拍完任何東西 即是無論那條軌跡 六成怎樣都可以包下去 沒錯 無論怎樣都可以包下去 沒錯 她說她和音很準 基本上你唱完一次之後 她已經想到和音 然後她能和到 省很多時間 這個真的是有功力 對 十年了 你想想 十年 她也是做這個 有些人做了十年 都做不到這些 才華加功力 是啊 你看 姐姐的鞋子被你拆到 沒錯 姐姐不想說話 只是笑 開心 謝謝姐 超單全收 哈哈哈哈哈哈 賺到她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賺到她不好意思 那姐姐平時呢 可能妹妹說到 你什麼都包到底的 有時候你看到 你有一些東西要包到底 包很多的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說出來 還是你自己搞定它 會不會跟妹妹說 我想我先做了 然後等她 譬如有時候 說到說 那年叱測 記得妹妹是情緒不好不好 即是我不收拾東西 我不會出去 譬如我們穿那些很漂亮的衣服 要打底 那些什麼都不收 是啊 然後我先收拾 其實過了兩天 我才跟她說這件事 是啊 不好意思 我不適合 她姐姐是做了事後 再檢討型 對 始終大局為中 先做好這件事 姐姐就是這樣用的 哈哈 所以其實是一粒一粒 一定是 善於利用姐姐 真是一個很好的幫手 難怪現在有十年 其實我這樣 大家都有各自 在這個組合中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一個就是做包容 是的 一個就是負責 放屁 容許對方包容 進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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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很好 十年過去 就是屬於樂印之妹花 2024年 大家組成之後 十年後 大家紀念的一首作品 是 關鍵這一首歌 還有很多話題 我們可以聊聊 也可以說說MV等等 稍後回來 駱欣華和駱欣明 兩姐妹 一圈圈 和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下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還能開始 經營 嘅 打哀 亦